着席相公所在连续假期举办了新春杯排球锦标赛 共有6个部落派男女队伍参加超过100位的选手 许多在外地工作读书的年轻人也特别回到家乡来参与 让这次二八连续假期更充实更有意义 每位选手认真地接每一颗球 然后得分为自己部落争一口气 这是着席相公所办理的110年新春杯排球锦标赛 劝责二八连续假期的时候 让回乡的年轻人有正当的休闲娱乐 球锦箱总共有6个部落都有派男女队伍来参加 超过100位的选手来报名 许多在外地工作读书的年轻人也都特地回乡参加 让这一次的二八连续假期更充实更有意义 球队打一个冠军 他就要负责当 就参加布鲁游 他来作为什么呢 采判一个什么 那当然我希望我们的星球展开一下 我看有几个龙山 我那个动作就知道是有在练的 那我们哪一个冠军队的 希望会是什么 乡长表示这场新春杯是今年5月份 布农族运动会的前哨站 由各部落派选手参赛 冠军队伍将代表卓西湘出任今年布农族运动会的排球队的选手 最终男排是由太平村夺下冠军 女排则是酌情部落 各队也将开始展开训练 应战布农杯的排球赛 剧者高雄双主席向采访波动